《阿拉伯帝国》 其实,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在叙利亚的大马是隔,为什么说叙利亚是中心呢?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的地理位置。叙利亚虽然国小,但放在整个中东国家来看,叙利亚的确是中心。 阿拉伯古书曾这样描述叙利亚首都,人间若有天堂,大马是隔必在其中,天堂若在空中,大马是隔与之其名。 可以看出叙利亚从古代就被阿拉伯人所喜欢,所以叙利亚中心位置决定的此国虽然小,但在中东地位很重要。 可以说千一发动全身,自从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,国内的反对派如雨后春笋翻起来了,而且反对派直指叙利亚政府令人诡异的是,叙利亚七年内战,现任政府马上就被打残了,甚至重要城市被攻下。 但叙利亚政府军却在关键时刻犹如注入能量,突然大翻身,这种情况持续很多次,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越打越勇,并没有被灭亡的迹象。 现在看叙利亚战局,大有一战定前昏之时,我们通过新闻都了解了叙利亚内战情况,也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,已管对中国友好。 阿萨德是叙利亚前总统,连哈菲兹阿萨德的第二儿子,本来阿萨德学医出神,立志做一名养科医生,根本不想从政,但他不够却出车祸,意外死亡,于是他就成了老阿萨德的接班人。 2000年,老阿萨德去世后,35岁阿萨德接任总统,很多人担心年轻的阿萨德只长不了叙利亚,但阿萨德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及外交,受到世界的认可。 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,阿萨德却遭受了考验,现在叙利亚内战过去了七年,从新闻中我们会发现,叙利亚内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,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是废墟一片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,阿萨德在这种坚固的条件下,依然受到大部分民众支持,还依然坚挺着,阿萨德能撑到现在,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。 一是盟友支持叙利亚内战爆发后,逐步演化成代理人的战争,一些叙利亚反对派,背后都有大国的身影。 面对这种情况,叙利亚的传统盟友俄罗斯,与伊朗等国伸出援手,支持阿萨德政府。 据资料记载,俄罗斯不仅出人出武器,甚至还派兵直接帮助叙利亚摆脱困境,伊朗和黎巴嫩也派兵进行援助。 面对这种情况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没办法,毕竟他们也支持一方人在战斗。 二是民众支持有时我们看新闻,有些新闻资料出自西方国家媒体,立场站在西方国家那边。 其实在叙利亚,大部分民众很支持阿萨德,因为阿萨德政府不同于萨达姆和卡扎非准全。 2014年,在叙利亚大选中,阿萨德再次高票当选总统。 这说明,叙利亚国内还有大量民众支持阿萨德。 三是以乱制论很多人不理解,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出兵消灭阿萨德呢? 其实叙利亚整个乱局是美国挑起,也曾派兵进入反对派里,但美国不想全面加入这场战局,因为有俄罗斯普京的强力支援。 另外,在美国人的眼里,即使阿萨德不下台,只要叙利亚保持乱局,对美国还是有利的,所以这也是阿萨德能坚持下去的原因,更加精彩历史。 请关注尼腿看客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